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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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讲律师 我有听过 但调解园是第一次的 可否分享一下 这个工作是怎样的 调解园在中间 有些人称为现代和时佬 中间有个独立的人 所以帮我们协调 即帮两边沟通 帮两边沟通 有时我们吵架 我们不会沟通 如果我跟你吵架我拒绝沟通 原来我们沟通了两句 或者经过第三者 会协助到 去处理一些很小微的 很辛苦 因为我听你的工作是怎样的 我都有一些经验 即是婆婆和妈妈 漏酒 我都要了一个 可能不不备气 可能是很安静的 你觉得这个工作 是否很重要 可以调解我们 譬如我们处理一些民事的纷争 你说索偿要钱 是吧 大家说来说去 我赔100元给你 你不行你要1000元 说来说去 其实是说不到的 反而当中有很多创意性 要帮双方去想很多 很有创意的一些方案出来 包括我可能给100元 但我送叉烧饭给你 或者可以跟你拍一张照 是 很创意的方案 都可以在调解里面衍生 那这个和法庭又很不同 法庭是不可以有这些东西的 是 很多时候都有听过 一些人说现在的年轻人 常常都是想自己 好像我妈妈 她都说 我常常都想自己最多 但是如果你是你的工作 有这样的人 你怎样会办理他 每个人都会想自己先的 一定是 但是想自己之余 亦都会不会考虑别人的看法 或者考虑别人的感受 所以做调解 我们希望 不是有个 不是有个纷争的时候 才有调解 甚至是去 避免了这个选择 你有没有看到 那些人是 完全说自己没错 但是慢慢就开始 觉得自己真的有点错 是 很多人一定是说自己没错 你错了 我错了 但是在调解里面 我们尽量就是 不处理这个对错问题 是 因为可能对错 是真的 其实谁决定 哪些是对 哪些是错 是的 调解员又不是法官 所以我们不去决定 这件事 所以很多事情 社会上有很多问题 我们如果能够 坐下 坦诚地去谈 去沟通的时候 了解多了 其实 你不要说一定要接纳 你的看法 或者接纳我的看法 但起碼我们要了解多了 沟通多了的时候 变了很多事情 向前走的时候 大家都会容易一点 对 而在社会上 经常说 废青 我们的年轻人 那我想问 你在俄罗斯那边 你家乡 有没有这样的标签 你会用Ancheles这个字 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 也是一个废青 但是 好像废青 好像有 有些负面的词 是吧 有些少少 比较负面 但是我觉得 废青是没问题的 因为我自己也不是 真的有读书很厉害 跟着 就跟所有 需要的步骤 我都是 其实我想做些 事我就做了 所以我觉得 废青 又不是一个 不好的事情 但是我们俄律师 都会有这些人 但是我现在就想到 有一个字是营养media 可能是Ancheles Ancheles 就是费症 俄罗斯叫费症